香港831示威游行虽然没有通过申请 但是呢这些示威群众还是自发性的上街集结 不过我们看到情势好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因为立法会附近的警察开始有了动作 他们喷胡椒水释放了催泪弹 那游行群众呢赶快就把格西拿出来 头盔戴上防毒面具也戴上 我们看看最新的警民冲突 香港831游行接近天黑和平示威再次紧张起来 原本只是撑伞步行的群众 走到香港立法会附近的时候 警方高举红旗要大家不要再靠近 因为担心警方喷催泪瓦斯或者是震暴水柱枪势清场 所以部分的示威者停下脚步 从背包里拿出了头盔还有口罩 或是防毒面具赶忙穿戴 就怕警察会随时出手清场来看现场最新情况 看来今天反送中的参与者真的是要豁出去了 因为今天的集会游行其实是没有获得批准的 也就是说是违法的集会 钢警清场驱离是迟早的事情 除了地面情势越来越紧张 空中也出现了不寻常的动静 疑似是军方或是警方的直升机在人群上空盘旋 这在过去两个月的示威游戏中是相当罕见的 钢府很明显的路空夹击 希望示威者直男而退 但是看到人人开始把自我防护的川被 往身上穿戴一场警民的对峙恐怕是在所难免 而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 昨天早上出门被警察突袭式的带走 晚间在交保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 他就语重心长的说 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一国1.5制 呼吁台湾人一定要继续关注香港 那现在看到了香港反送中情势升温 总统蔡英文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隔海声援 甚至呢也提醒台湾人民要引以为戒 不要失去了难得的民主自由才知道有多宝贵 但我们未来两个也希望让更多的台湾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香港 特别是现在的一国两制 已经变成一国1.5制的时候 就算我们被抓 我们面对白色恐怖 我们还是会努力下去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 黄之锋刚被释放 就极力呼吁台湾要引以为戒 不要轻易落入北京圈套 证实英国国会忧虑成真 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就只剩下1.5制 总统蔡英文隔海声援 那情势会不会恶化 就是在领导人的一面之间 那民主不是洪水猛兽 那只要跟人民好好的对话 一定可以找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 小英总统呼吁港府发挥智慧 以和平代替暴力 行政院长苏贞昌 话说得更直白 提醒台湾人民不要失去了 才发掘民主自由的重要 看看中国是怎么样子 来对自己所承诺的事 出耳环了 香港人民现在已经非常卑微的 要守住打折扣后的自由民主 都已经如此被如此对待 台湾人更要坚守 更要注意 一刻都不能松懈 苏贞昌表示 看到香港的民主自由被打折 更要珍惜台湾完全的投票自由 黄志峰也在苏贞昌脸书留言感谢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间接验证中国口中的一国两制 与民主制度无法相容 蔡英文与苏贞昌不畏惧北京 再度其声替香港打气 因此为借尽全力守护台湾 三立新闻王少宇 连贯至徐少珍综合报道